中秋节就快到了 家家户户忙着挑选月饼 但对弱势家庭来说 经济因素吃月饼可能都是一种奢侈了 国际青商会中区特友会就特地准备 170盒蛋黄酥送给南台中家福中心的寿主家庭 让孩子们也能吃月饼应景过中秋 结果蛋黄酥家长满是感谢 中秋节就快到了国际青年商会中区特友会 从彰化送爱到台中 准备了1,020颗蛋黄酥给南台中家福的寿主家庭 这次中秋月边我们有照顾到3,120颗 分散我们北台中和南台中家庭 因为希望这些孩子受到感受到社会和温暖 月圆人团圆中秋节家家户户应景团聚烤肉吃月饼 不少人甚至在月饼的购买上货比三家进行准备 但对弱势家庭而言 中秋节能够吃到月饼都算是一种奢侈 青年商会选在中秋前夕送上170盒蛋黄酥 要让孩子们也能够欢欢喜喜地度过家节 感受温暖留下美好回忆 让我们觉得很有温暖的心情甚至比家庭还要温暖 那我希望之后我有赚钱的话也能回贵于家福中心回贵于社会 中秋节的前夕 透过我们这个青商会的这一个像我们家就是蛋黄酥 其实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 那好的一个陪伴 其实让孩子有更多的力量 让家长也有更多的力量 一盒又一盒的蛋黄酥承载着爱与关怀 社工们也将陆续分送到各个家庭 让今年的中秋不再孤单充满温暖